记者李荣平桃园报道,位于桃园市杨梅区电沿路200巷的中立盛前宫,2月11日上午发生窃案,被偷走神尊金牌和2万多元等财物,案经杨梅警分局幼师派出所调阅周边监视剂影像所定中立区一名37岁胡姓吴叶男子涉案,杨梅所所长徒之为昨晚休假仍参与埋伏,于今天上午顺利逮捕胡贤道。 中立圣贤宫的主神行府千岁相传专办刑案,供桌上还影印放着窃贼的照片给神明看,果然三天就抓到人,起出7700元赃款,令人责责称奇。 警方调查胡贤失业多年,平时到处打工为生,经常徒步在周边邻里刺激犯案,案发当天趁被骇人在宫庙打扫时,假借败败却偷走金牌和住池内有2万多元现金手机的包包。 胡贤落网后坦承犯案,并透露也曾偷窃过其他宫庙里的香油前,甚至还远征台中大甲妈祖庙勘勘查地形。 当警方带他到中立圣贤宫等宫庙离清案情时,得知圣贤宫主神行府千岁专办刑案,他当场在神像前面下跪表示忏悔,全案一切到案一送桃园地检署侦办。 地方信众也说,或许是刑府天罪的刑与刑警的刑字与殷童,这位玉皇大帝跟前的带刀是为对同行的警察有特别的关爱,此次大发神威住辖区警察侦破自家切案。